歡迎來到實踐純藝術這個channel I am Lawrence 這個channel是講由某一個藝術生態的角落去看 去講去理解這個他見到的藝術世界 今期的主題又回到淺談新水脈 用新水脈做基礎去進入和探討兩個新的名詞 這兩個名詞都是寫新水脈游的時候想到 分別是前新水脈和後新水脈 之後幾集的內容加起來就會解釋到這兩個名詞到底是什麼 淺談新水脈第三回 由墨化潛延的作品看後新水脈中篇概念篇 如果前新水脈是用技法先行 展覽墨化潛延裡面的作品不少都是用概念先行 他們作品裡面沒有刻意勾畫出重理輕法 而是以技法為前提所生成的工具 剛剛好是相反地平齊地說 沒有輕重之分而只是先後之說 是先理後法的綜合 而這一個就正好反映了前新水脈和後新水脈之間的分水靈 這一刻不且需要先討論前新水脈和後新水脈之間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於前新水脈著重先法後理為主 而後新水脈即是以先理後法為基礎 雖然在新水脈的發展裡面都是以突破精神為主軸 但技法在這個發展之間佔有很大的比重 甚至離不開是創作的主軸 但是前新水脈是以先法後理的創作出現了根本的缺陷 這一點會引用新水脈由裡面第五章第二節 觀新水脈發展那時的原文的說法 之後是引文 要知道技術和理論之間是有先後的關係 先後的不同就會出現根本性的影響和差異 而兩者之間最大的分別是理論以思考為主 理論能夠創造多種技術的可能性 而技術以實踐為主 即第一理論支持了該技術之後 就會限制了新理論的出現 就如現今的新水脈 仍然推崇技法為主的情況一樣 上面的引文簡單地說出 用技法先行會限制了概念的生成 而相反地概念先行就可以生成更多技法的可能性 也因為這樣成為了前身水脈在他的創作主軸裡面 來自自身最大的限制 而後身水脈是由前身水脈所生成的另一個理論 重心由技法為主軸轉移至創作概念為主軸 但是對技法的要求是沒有壓縮到的 兩者同樣都是重要的元素 只是好像開頭這樣說 是先後之分 正因為創作內容核心的改變 由前身水脈的先技法後概念 或者可能只是技法的實踐 再到技法的發展折極限時 就轉向了成為追求目的性的後身水脈 就好像生水脈由裡面引用了梁秀明先生 在東西文化及結而哲學裡面 人類文化三路向的發展作為生水脈的解法 這裡不詳細解釋兩種概念的演變 有興趣可以參考生水脈由 而脈化潛移的作品裡面 就是見證後生水脈這個目的性的改變 展覽裡面的作品 創作的內容不再只是技法的執行 而是帶著同樣的技法的要求 轉移核心以概念為主軸 在作品上面可以閱讀到的元素 不難找到創作主題上的突破 內容不再只是傳統的山水、花鳥、文人、異象 或系統以內的傳統內容等等 而是走向藝術家為中心 以他們所關心的內容為主題 由生活日常、所思、所想、哲學、個人感受、經歷、習慣等等 甚至單純以概念性藝術的創作為主題 當創作主軸改變成概念先行之後 其他因應概念所產生的事項就會出現 例如愛在表達手法就會出現 成為了另外一個突破後 下一集 《淺談新水脈》第四回 就是後新水脈的愛在表達手法篇 這集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原文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可以看看 下一集會繼續另外一個純藝術的主題 剛聽又有興趣的話請訂閱這個頻道 好,拜拜